今天是我登完珠峰回来半年了 第一次就是登象山 我今天总的感觉来说还是可以 从头开始吧 反正是 我们家人其实他们也知道 我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个爱好 就喜欢登山 所以他们也不希望我这一生没有遗憾 所以他们支持我登山 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支持我 一定要登记珠峰 每次登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其实我也是做好准备 我也知道这个登山肯定是会遇见一些不可遇思论 所以我每次出发之前我就给他们交代清楚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号 10时41分 69岁的五腿勇士夏柏瑜终于从珠穆朗马峰南坡成功登顶 站上世界之巅的这一幕 他心心念念了整整43年 年过花甲又如何 没有双脚又如何 没有双脚又如何 即便珠峰有8844.43米又如何 山就在那里 珠峰就在脚下 我们下车 到线上 炙金